對 那除了過年快到了嘛 除了刮刮樂之外呢 還有福袋 對 現在很多超商都出福袋了 而且這個獎是一個比一個還要打 今天我們準備的就是全家的百元福袋 對 我們今天不只刮刮樂 我們還要來現場拆福袋 開箱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就直接 下手囉 好好好 我們就直接把它拆開了 對 這個它好像是200元的 然後呢 這個是全家便利商店的福袋 我們來看看 給鏡頭看看它裡面有什麼 一個一個拿出來好了 好 這個是 一個資料夾 素環金的資料夾 然後 餅乾 不是 我喜歡吃的餅乾 然後有 泡麵 其實都是很 這怎麼感覺好像什麼家居家的那個防疫包 對 然後可樂 跟巧克力 是 然後還有這個可愛的小饅頭 然後這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記得這個福袋啊 它裡面會有黏一個小紅包 對 但是這個紅包不能丟 對 這個紅包其實才是整個福袋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沒錯 好 我來打開來看 好 那 雅藝邊在猜測的時候也可以跟大家說這個 這個用途是什麼嗎 對 這個福袋其實是200元的福袋 然後它這裡面最重要的這個序號呢 就是它可以抽獎 那呢 如果你拿到這個福袋呢 你看 我們打開來 它裡面會有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對 它其實呢 下面會有一些折價券之類 對 那我們主要看到是上面 它就是呢 會有一個序號 這個序號呢 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要上網登錄 這個序號你才可以參加抽獎 那這次呢 全家的這個抽獎呢 最大獎呢 就是 價值370萬元的保時捷一台 哇 超級多貝 說不定我們剛剛沒有抽中呱呱樂 就是為了這一台 其實就是這一裝啊 為了這一台保時捷啊 但是呢 二獎也很厲害喔 二獎也是車子 一樣是保時捷 它是價值305萬的保時捷 沒關係 只要是有中我都OK 管它是哪一台保時捷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記得呢 但是它上面有時間限制喔 一定要在2月22號的晚上12點以前 到他們的活動頁面輸入序號 才會參加抽獎 那最後的中獎名單呢 他們的網站上也會公布 對 所以還要再等一下 但其實我覺得光是它福袋本身 是200元的價值嘛 然後可以拿到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覺得也是算回本了啦 有回本了 對 我覺得有時候顧你就是一個氣氛嘛 對啊 就是看來是設定的手氣啊 對 測測手氣